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30秒的產品影片 完整的影像製作流程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先說明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支30秒的產品影片誕生 它的名義其實叫做面試中的複飾 但是我想說我從來沒有製作過這相關的題材 就是在廚房裡面製作食物這個過程 那我覺得蠻好玩的 所以我們就all in了 我就花我自己的時間 花我自己的錢 拿我自己的器材來製作這支影片 所以就是一個怨打一個怨哀啦 在確定影片主題跟方向的時候 老闆是想說 欸,他們剛好有一個新產品 欸,那剛好我們有一個富士 欸,那我們就把它結合在一起 欸,那如果這支影片很棒的話 欸,那他們就可以有一個 呃...便宜廉價的宣傳影片 所以我們這樣討論一下 就有一個明確的重點 就是我們要呈現 這個餅乾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肉鬆餡料在裡面 就是有肉鬆料很多啦 場刊的部分就是看一下 我們的廚房格局到底長怎麼樣 我們到底要在這一間 還是那一間的廚房拍攝呢 那我們的天花板燈光要怎麼關 才不會去影響其他的工作 因為它是真的廚房 所以我們就是在真的廚房拍攝 一個食物的影片嘛 所以我們不能影響到 他們正常在做廚房的那邊的料理的燈光啊 那我也會先確證一下插頭的部分 就是它的位置啊 到底多遠 到底會不會需要牽動力線過來 就要準備一下動力線的部分 那攝影在廠看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大概知道 百分之七八十的近位可能 就是鏡頭要擺放的位置啊 要怎麼拍才可以避開什麼東西啊 這些已經大概都定了 但是那百分之二十呢 可能你就需要自己去多拍一些照片 就是盡可能各種角度都拍啦 這樣子你回去可能會靈機一動 就哦原來可以這樣子變 然後就可以再完整的去做出再餓死的變化 那這次我們拍攝是做食物的影片 那我們也稍微了解一下 大概我們做食物的流程啊 我們到底步驟是長怎麼樣 但是我們的真實步驟 跟我們想要拍攝呈現的東西 可能會有一些落差 像是在真實製作餅乾的時候 奶油的部分應該是要先放軟 放到常溫 然後才可以來製作 但是我們拍攝影片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把它放在冷凍庫 讓它變得硬邦邦 看起來會比較正正方方啊 看起來比較有靈有角 看起來會比較漂亮 像這種東西 我們就一定要先跟師傅啊 那邊做確認 那這次合作的這個師傅 其實他還蠻厲害的 他之前也有製作過相關拍攝經驗 所以我們就知道 大概我們會有哪些東西需要調整 像是奶油也是他告訴我說 要放冰箱這樣子 才會拍起來比較好看 然後還有揉面糰那邊 其實我們在正常的製作 也不會有這個揉面糰的這個過程 但是我就想說 欸 我就是想要呈現一個揉面糰的效果 那還有後面的一些 像是奶霜的部分 那些成分也做了一些調整 讓它變得比較好看啊 那我這邊就省掉很多很多的備料時間 跟備料成本啊 因為那邊就是給他們廚房去執行的 那我自己就不需要去準備說 我要去準備雞蛋啊 去麵粉啊這些東西 我們這次的分鏡製作是使用 文字轉換為圖像的這個方法來製作 我們先把一條一條所有的細節 我們想要呈現的每一顆鏡頭的 文字敘述把它寫出來 我們再把它全部一格一格的畫出來 畫成我們大家看得懂的分鏡啊 那這樣子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不會有莫名其妙的一些漂亮鏡頭啊 一個沒有意義的B-roll鏡頭 我每一顆鏡頭都是有意義的 有想要呈現的一個內容的 而不是就是 喔這個好漂亮我們來拍吧 置入時間這邊是開Image Studio 開影像工作室 專門提供客戶 專業的客製化影像製作服務 如果你有類似的需求 你可以去下方官網連結 知道更多 器材的部分 我們這邊想要拍攝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我們使用了FX3跟BMPCC 我們要拍攝120格的畫面 而且FX3的時候 我們還要再加上探針鏡頭 老挖的探針鏡頭 所以我們需要非常非常多燈光來補光 所以我們直接攜帶了一盞Aputure 1200D 直接照亮整個廚房 那因為廚房的空間限制 我們攜帶了兩組的CROS攝影反光板 來模擬更遠的燈光投射距離 那其他零零碎碎的器材 我就把它放在旁邊有興趣就看一下 那之後我會把這些幕後花絮的影片 再做一個分享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確認了攝影跟燈光的器材 我們的所有的鏡頭數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來執行輔導的工作啦 安排時間了 分鏡上面我畫了21顆鏡頭 那我同時身為導演 攝影燈光場物 我很清楚知道每一顆鏡頭 到底需要花多少時間 我們轉場 到底需要花多少時間 所以這邊我們先預估21顆鏡頭 每一顆分30分鐘 那我們比較長的鏡頭 我們就把它延長到一個小時 那有一些可以合併的鏡頭 我可能換一個場景 但是我可以同時拍4顆鏡頭的 我就可以把它全部 像是4顆鏡頭 分在同一個一個小時裡面 就從早上9點半 拍到晚上7點半 一個熱血的拍攝行程 以這30秒影片的長度 我們一定需要有17顆鏡頭 以我想要的節奏下來 一定需要有17顆鏡頭 但是我們後面畫一畫畫出了21格鏡頭 那有一些東西是比較像是加分效果 或是另外一個角度再拍一次的 這種東西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擺到比較後面 就是我們還有時間再去拍攝的內容 我們先求有再求好 拍攝前一天一定會有一個拍攝前會議 就是我們要解決所有 一定要馬上解決的事情 就是當晚解決 或是明天早上 拍攝當天早上解決的事情 然後確認大家都在同一線上 像是我們需要找一個像是玻璃片的東西 因為我想要拍一個 從下面往上拍的一個 俯視 仰視 仰視角度啦 還有一個花生醬的部分 就是它原本是花生醬 但是我想要呈現 一顆一顆的花生 而不是花生醬 我看不出來那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是叫他們特別去準備 有波殼的花生 可是沒有波殼的花生 我們都拍攝當天啦 然後我自己的工作習慣是 喜歡使用最高的效率 去執行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盡可能希望是在 輔導的錶之前結束 而不是在輔導的錶之後才結束 這樣子我覺得 這個團隊就會有一些 需要解決的問題 或者是哪邊出現的問題 這邊在等他 那又在等他 很煩 就這樣拍完了 我成功在8個小時內 把我們21顆鏡頭全部拍完 超棒 過期製作的部分 其實很有效率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 想要思考的部分 全部都挪到前期去思考了 我們的分鏡都已經想好 我們到底要怎麼剪 所以剪輯的時候 就 我們就剪好了 我還有在思考說 到底要不要加一些像是 字卡的效果 文字的敘述 讓這個影片 讓大家更知道 我們上面這是什麼東西 最後我們到了檢討時間 到底我們要怎麼做 才會讓之後的影片製作 更流暢更好呢 我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前期 在畫分鏡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把我們的鏡頭移動 全部都設計好了 但是我們在後製的時候 忽然覺得 我可能原本順序是1、2、3 但是我覺得2好像不是很重要 或者是我不想要這個片段 那我變成我1直接跳到3 那我們所有的設計好的鏡頭移動 我們1到3就會有點卡卡 就是一個 不是很好 沒有很流暢的效果 那要嘛就是 前期之後要做什麼調整 或者是我們就後期 就加個轉場特效 就把它解決之類的 那其他部分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如果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覺得 到底哪裡有可以讓它變更好的 或者是哪裡需要做調整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大家一起成長 讓之後的影片越來越好 感謝你看到這以後 那我們其實還有200多隻的 這種類似的幕後花絮影片 還沒有剪 還在我的硬碟裡面 所以我會陸陸續續把它伸出來 丟到我的工作室頻道 所以未來 你可以去訂閱我的工作室頻道 那未來的影片 都會在工作室頻道出現 那你也可以去看看我的官網 就是如果有一些建議 或者是有可以讓它更好的地方 都歡迎留言 或者是私訊告訴我 好那只有我們今天的影片 My name is Kaiw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